街坊有意見 我這幾位都有意見 好 先講講講 她叫我代表她們講 好 希望Alice 你在台爺的預算案 希望你講講我們公屋繼續免租兩個月 免租兩個月 就算不免租也減租 希望減少她們的負擔 我隔壁那位女士就說 堅決反對外勞 輸入外勞 對 堅決反對 因為一輸入外勞 我們香港的薪金就會壓低了 壓低了 現在通脹這麼厲害 怎麼追你薪金 40元一個小時都沒用 都追不上 補兜的家庭主婦那些人很難受 不知道 我們的家庭主婦真是知道很厲害 到一頭價了 你知不知道 20元一間荷蘭豆 你介紹我不吃肉 吃菜 都要5、6、6、10元來買的 一天 你不要說吃其他肉 你說這個通脹多厲害 你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壓縮通脹呢 你人工是不敢 怎樣提也好 你都追不到通脹的 家庭主婦真是很慘 我覺得 現金社會 壓到你 有時真的不知道 買甚麼好 吃甚麼好 人工確實是最難 你輸入外勞 就更加不用主意我們人工有性 更加壓低到人工 香港人吃甚麼 到時通脹是這樣吃 我呢 就在立法會 經常跟那些商界 來自商界的議員說 他們一說 那些小企很慘的 那些中小企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工聯會 其實跟那些中小企 就坐在一條船 因為大家都是受害者 我們做了那個調查 剛才陸仲雄說 我們的人工在過去十年 是零增長 特別是服務行業 但是有一件事 加得很厲害的呢 是甚麼呢 租金 租金唯一就是03年 沙士的時候跌一跌 接著現在加了一倍 你知道在銅鑼灣那些 那些店舖多貴 多少間店舖倒閉 所以我跟那些人說 我跟商界議員說 你做生意難我們知道 不過你們跟我們面對的問題 都是一樣 租貴 大財團壟斷 你看我們天水圍的街市 全部被令媒霸了 你剛才說二十元斤荷蘭豆 我不吃荷蘭豆 你說我吃十幾元一斤菜心 現在天水圍買菜心 十幾元一斤 你看走遠一點 你去屯門新墟 或者我們元朗外面的街市 十幾元或者二十元有兩斤 為甚麼要這麼貴 因為有令媒 我只是吃菜 我上次跟那些工商界的議員說 我問你知不知買一斤菜心 一日如果你吃一斤菜心 可以吃一千元 即只是吃菜 最高的時候 你記得是三十幾元一斤菜心 去年過年的時候 是嗎 你說一家人一家幾口 如果你說好像剛才我們說 中位線入息中位數的一半 天水圍的家庭 萬五元人工 如果我一日一家四口吃一斤菜心 不是很過份雜吧 不過三十幾元一斤 一個月下來我吃一千元菜心 萬幾元我拿一千元菜心 結果是甚麼 吃吧 你是不是要我們見到我們的街坊 你們吃一條菜 不捨得吃 是嗎 即是我們不是要那個社會這樣 所以我們跟那些商界議員說 大家應該是 大家一起找到有得吃 才會開心的 不只是你有得吃 我沒有得吃 這個社會不是這樣的 是嗎 所以輸入外勞 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大家可以放心 我經常都說 大家如果要輸入外勞 解決了兩批人的就業 才跟我說 第一 我們那幫年青人 一批是剛剛畢業出來 寄了很多本求職信 都沒有人願意請他 或者請他之後 是用七百千元去請他 即是更慘 他父母可能做清潔都找得高過他 他讀了這麼多年書 你供了去公書教學 供了這麼多年到大學出來 他可能還要賺錢 比爸爸媽媽的少 根本都給不到家用 自己都找得剛剛夠 都給不到家用 爸爸媽媽 以前說 有個兒子大學畢業要脫身 現在哪有個弟弟說 你家裡就算你一家三口 有一個兒子 哇 兒子大學畢業要脫身 現在不用指望 現在 讀賣性 都不用指望 為什麼 因為現在人工低 他找到一份工作 你就會開心 我們認識多少大學生 等了一年都找不到工作 現在我認識的那些學生 是什麼呢 做幾個月幾個月的短期 因為為什麼 那些大集團 不想請你這麼久 為什麼要給你這麼多 演習費都欺負了 跟你簽個月 四個月 簽個月 四個月 還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可能還未讀到大學 可能中學畢業 又或者還未讀完他們的中學課程 出來找工作做那班 更加沒有前景 是吧 他們出來做的 可能是找到一些很低技術的工作 一定要出賣努力的工作 但是他們沒有工作前景 我們怎麼可以幫到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香港的下一代來的 怎麼幫他們解決到他們的就業問題 你才很趕去輸入外勞 什麼什麼什麼 是吧 另外一項 就是我剛才說的 五十幾歲已經開始很難找工作 他們已經很難去找工作 我那天 在元朗 朗平那一部院 就工作 有將我們工聯會 做招聘廣告 幫那家民航的公司 做那些清潔 清潔地的那些 機場那裡 然後有個太太跟我說 我真的不會去做那份工 我不是啊 做機場應該挺好 她跟我說 為什麼呢 做那份工 加上班 有12000元一個月 挺好啊 但是原來是什麼呢 我要輪班 第一 你不要說我坐機場的車費貴 幾十元一天 吃賣 剩下多少錢呢 一個月幾千元去了 吃和交通 最糟糕的是我要輪班 輪班呢 如果我輪到十二點 或者一點 我沒有車出來啊 我要轉車又再轉車 轉幾輪車啊 車錢又在那裡 時間又在那裡 所以我們跟機場那些人說 我們跟機場的公司說 你經常說請人 你用什麼條件請人呢 你說你高過外面 是啊 你高過外面其他小小 那位太太就說 我進機場做萬二 我在這裡做一萬或者九千 我寧願在這裡做 我幹嘛要進到機場做萬二 我先站起來都不夠 是吧 你用什麼條件請人呢 你用什麼待遇請人呢 很簡單 你給廠車人行不行 以前我們做的什麼 很流行的 沙廠也要做廠車 沙廠電子廠 輪班有廠車坐的嘛 是不是 為什麼現在倒轉沒有的呢 這個世界走回頭的呢 這些員工福利反為倒回頭 越有錢的人反為這些員工福利 越少的呢 為什麼要走回頭呢 你肯給廠車他們坐 你已經解決了很多人的交通費的問題 你就有鼓勵到很多人就業 你就不用說要輸入外路了 我們很多人會願意進去做 你不用說我看不到人了 我要輸入外路 需要這樣 是吧 所以呢 放心 我絕對明白 你說那些買菜櫃 家庭主婦買菜櫃 我正在做一個兩菜一湯指數 就是買菜櫃 因為我就是見一些買菜櫃 所以我就是十八區街市去巡 你巡完之後你發現呢 我們天蘇維的街市 你不要說買菜櫃 你想買一頓牛肉 都不用指望 我們哪個街市有牛肉賣的 你想吃一頓牛肉 你不知道騰到多少個街市 才找到牛肉 因為太貴了 沒有人買便沒有人買 我貴到都不想吃 一年都吃不到一頓牛肉 沒有人買了 那就哪有人會在這裡買牛肉 正正反映一個價格貴 租貴的問題 所以我放心 在勞工權益的問題上 我們是站得很硬 包括輸入外路 我們堅決反對 因為有很多我們香港的人 都是找工作做很艱難 另外就是那個卻資金的問題 以及一個退休保障的問題 今天大家未談到 剛才這個街坊說 我又沒有工作 又找不到工作 我想出來做 但我的身體不行 子女又給不到錢 我 其實就是一個 退休保障的問題 究竟我們香港 那個退休保障制度 到現在都未搞得到 如果我們兩個有一個 好的退休保障制度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即是六十歲開始 就已經沒有工作能力 又或者沒有收入的朋友 我們可以解決了這些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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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